副总统拜登星期天再次向中国保证 美国绝不会在债务上违约 拜登在四川省成都市对四川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时指出 美国不断膨胀的债务大部分由美国人承担 但是他说因此华盛顿有更大的理由对偿还债务问题极为担心 拜登还表示他对美国经济的力量有信心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面临许多同样的世界威胁 两国同时拥有同样的战略目标和责任 利比亚首都地离玻璃连夜受到爆炸和激烈交火的震动 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击 希望这是长达六个月的争取推翻利比亚 长期领导人卡扎菲行动的最后一击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播出卡扎菲星期天的讲话实况音频 他呼吁支持者大举前进粉碎暴动 并把反政府行动置为叛徒和鼠类策动的注定要失败的阴谋 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卡扎菲在星期天播出的讲话中说 卡扎菲政府不会放弃战斗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伊普拉辛否认卡扎菲政权濒临垮台的边缘 在有关地离玻璃发生战斗的报道发生前几个小时 据报道反政府武装占领了利比亚的两个战略城镇 即西部的扎菲叶和东部的布雷加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定于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中露面 他目前面临国际社会要求停止镇压抗议者的压力 尽管阿萨德曾向联合国秘书长保证已经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他仍然一直在采取镇压行动 美国欧盟和其他几个西方大国已经表态说阿萨德必须下台 星期六叙利亚安全部队在中部的霍姆斯省打死至少两人 一天前叙利亚军队在全国各地打死至少34人 越南警方拘留了星期天在首都河内参加反华集会的数十人 在抗议活动开始几分钟之后便以警察进行了干预 把至少40名示威者压上一旁等候的巴士 然后把他们拉走 星期四河内人民委员会下令停止举行集会 并警告说政府将对拒不服从的人采取必要的措施 河内人民委员会的政令说 抗议活动是自发的 并承认抗议活动是出于爱国动机 但是这项政令说 抗议活动对社会秩序和城市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也不利于执政党和国家的外交活动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上个周末 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星期四中美篮球友谊赛上发生的风波已经平息 中美篮球队已经和好如初 美国乔治城大学男子篮球队和中国八一队上星期四 在北京的比赛中发生了斗欧事件 当时的比分正好为64比64 64这两个数字在中国是深度忌讳 也是中国网警重点过滤的关键词汇 美国和华盛顿邮报等都在头版配大幅照片 刊登了这幅情景